這個小果今天是第五次上課 應該是目前的上次的Section 最後一次吧 那這個小果欣我幾次的觀察 他並不是笨蛋 每次我來幾乎都沒有發生任何鬥爭的打架的行為 所以他們還是會分辨說 我是這邊的一個警察 還是訓導主任他們感受得到 可是我一種為什麼你們也是說他們要打架 他就感覺到這邊還是處於那個 無政府狀態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感覺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教你們這個狗 才常常有一些服從的動作 不只臥倒 在這邊臥倒才可以臥比較久 我設計這個箱子就是讓他們臥久一點 蠻舒服的 他們的避風感 看一下齁 這個都是一個服從動作 你跟你哥哥都要練 來快 先近一點齁 好 去 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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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讓他塞一下 等一下再出來 再叫他進去 沒有指令 沒有指令絕對不可以出來 那我現在要示範一下怎麼出來 我現在要叫他進去 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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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乖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動作齁 輪流兩隻都要弄齁 他要碎他的墊子 要分進去齁 比如說你們在看電視 比如說你們在看電視 他們兩個可能練到就是在那邊 大概兩個小時都不能出來 因為這個很舒服 不可能壓得很痛 你們家裡面一定要常常有一種紀律的感覺 他才發現說 欸 你們也是 有你們 領導的那種 微信出來以後 他才不會 常常在那邊打架 他常打架就是沒有把你們看在裡面 因為照理說 如果說我 他是控制不住的時候 我來 昨天你們在那邊玩啊 什麼 完全沒有 他們事實上都還是 管一個 是 那個 情況 你看 我剛剛教他幾下 他知道怎麼進去嗎 他知道怎麼進去嗎 你在看我怎麼拉他出來 我不是隨便就叫他出來 我先把他拉一下 先把他坐下來 來 好乖好乖 我再看一次 好 繼續 好乖喔 他自己還會轉一圈有沒有 好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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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喔 好 OK OK OK